第九章 物质内的磁场 Magnetic Field in Matter 我们首先去介绍 什么叫做Magnetization 磁化作用 我们知道带有电流的电线 或者一个线圈 它会产生磁场 而电流又是电荷所移动产生的 所以磁的现象 与电流跟移动的电荷有关 电流就是电荷在移动 因此磁这个东西 它就是电荷移动会产生磁场 电荷移动会产生磁场 那么我们最初总以为说 某一种矿石它就有一种磁性 后来我们做实验就发现 有电流的电线旁边会有磁场 那现在我们就认为说 所有的磁 磁的现象 就是有磁这种现象 它就是一定就 就是你空间有磁场的话 那一定是你这个空间有某一个地方 它有电荷在移动 一块磁性物质 宏观的观点来看 就是你眼睛看一块磁铁 你没看它带有电流 对不对 我们认为它有磁性 它是从围观的观点来看 它由原子所构成 最小我们就是分子构成 然后再原子构成 然后原子的外围呢 又绕着 有电子绕着原子盒在转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自旋 那么电荷绕原子盒在转 或者电荷的自旋 它都相当于有一个 好像一个微小的电流的线圈 因为这个原子你看不见 不管它是绕轨运动 还是它的spin 都相当于一个线圈 这个线圈就会产生一个微小的磁矩 那么一个原子它不止一个电子 它好多个电子 那么这些电子的运动 它所构成的微小磁矩 这是个像量 就组合成一个和像量 和像量就是和磁矩 只要这个磁矩 不是零的话 那原子就成为一个永久的磁矩 它的resortant magnetic moment 就是一个permanent magnetic moment 磁性物质的磁性 所以一个磁性物质 为什么是有磁性 就是它所有的原子的微小磁矩 合成了一个不为零的总磁矩 那就形成了这个物质的一个磁性 因此我们总而言之 就是我们认为 所有磁的现象 都是由电荷移动所产生的 不像我们这个电厂 电厂是什么 静电荷 静电厂就是静电荷 堆积在空间的某些位置 固定在某些位置 于是它就会在空间产生磁矩 那么磁就是有电荷在移动 才会有磁场 原子里头 凡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磁矩 它会互相抵消 这个就是同一个量子数 上面的电子 它的运动 它的磁矩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那就抵消了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 物质内各原子的微小磁矩 一般它会抵消 但是如果有的没有抵消的话 那么它就是具有磁性 那么它这个磁性 因为原子有磁性 但是它原子很多 每个原子的磁性 排列都是凌乱的 本来都是凌乱的 凌乱的话 那就是使得物质在一般的情况下 不具磁性 可是我们当把这个物质 摆在外加磁场的时候 原先排列 凌乱排列的原子磁矩 它会顺着外加磁场的方向 排列整齐 而且具有磁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为 这个物质被磁化了 本来是排列的很乱 一旦摆在外加磁场里头以后 这些磁矩就会有一部分 就顺着这个外加磁场排列整齐 于是就开始在外加产生磁场 它物质 我们以前讲过 极化作用 就是说你这个 在外加电厂里的时候 你这个物质会产生表面电荷 表面电荷 那么这个表面电荷 一阵一阵就是构成一个 一个偶极矩 偶极矩 偶极矩它本来也是凌乱的 可是你只要电厂摆下去 外加电厂 它都会顺着电厂的方向排列整齐 但是磁化的情形 社会不一样 所以你有一个外加磁场 作用在一堆原子上面 有的它会顺着你这个外加磁场排列整齐 有的物质 它是跟外加磁场方向相反的方向排列整齐 所以它是不太一样 所以有些物质磁化 偶极矩是顺着电厂的方向排列 顺着电厂方向排列的这些物质 我们称它叫做顺磁物质 paramagnetic material 有的物质是逆着电厂的方向 应该是磁场的写错了 写错这是磁场 顺着磁场的方向排列 有的是逆着磁场的方向排列 这些物质我们称它叫做反磁物质 diamagnetic material 这是磁场 外加磁场 这个才是电厂 像我们刚刚讲的 有的物质 当你加上外加磁场的时候 它的这个磁局会顺着磁场排列 叫顺磁物质 或者你的外加磁场排列叫做 抗磁物质 或者叫做反磁物质 当你把这个外加磁场撤销以后 它又恢复原状 原来是凌乱的 它又恢复凌乱的 这是一般的顺磁跟反磁又这个现象 但是有少数的物质 它磁化以后 你虽然把外加磁场撤掉了 但是这个物质不会恢复原来的状态 它里头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磁化 所以这种物质我们称它叫做铁磁 或者叫做强磁 它的英文名称叫ferromagnetic material 所以以上我们是介绍 一般的物质分成顺磁物质 反磁物质跟铁磁物质 好 现在我们就谈 磁偶极矩 它在均匀磁场里面 所受的力跟力矩是什么 这是一个线圈 带有电流的线圈 长方形线圈 这边长度是A 这边长度是B 电流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像这样的一个线圈 它就有一个磁偶极 或者偶极矩 或者叫做磁矩 就叫磁矩 它就等于这个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 就是跟这个面垂直的 呈上电流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个线圈 当它的这个 它有个磁矩 对不对 有磁矩就是面积向量 这个方向就是面积向量的方向 面积向量的方向 同时它在这个磁场里面 它跟磁场夹了一个θ角 这个时候我们看它四边受力的情形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看右边 右边呢 直导线 在磁场里面受力是等于 iL cross B iL就是电流的方向 iL就是Z的方向 cross B B是X的方向 所以Z cross X就是Y的方向 所以它是I A 这个长度是A 那么左边呢 它也是I A 不过它的方向是朝下 cross B 这个时候它的方向是朝 因为你是朝-Z的方向 负Z方向 cross X就是负Y 好上下呢 这个I B cross Z 朝上 这边 I Z 朝下 所以 线圈所受的合力 等于0 等于0 OK 合力是0 合力是0 就表示啊 这个线圈的时心呢 不会移动 不是不会移动 就是它的移动运动啊 没有改变 它原来禁止 它就保持禁止 原来在移动 它就保持等速运动 合力为0 领固线圈的执心 我们是假定它不动嘛 所以它就不会移动 OK 可是啊 它这两边的力 这个朝右 这个朝左 这两个力 一个上一个下 你看它的作用线 作用线同一条 所以底下了 这两个大小相等 但是作用线 不是同一条 于是呢 它就开始有一个力矩 它就构成一个力矩 这个力矩的大小啊 就等于 因为这两个 F右跟F左 大小相等嘛 方向相反 一对力矩 就构成一对力矩 力矩 是等于 力的绝对值 成上 这一对力的距离 垂直距离 那垂直距离就是 垂直距离 垂直距离就是什么呢 就是B Sin Theta 这个是 Theta 但是这个 你看这条 我们先看B场好了 B场跟 B场跟 B场 它是跟 跟这条线垂直 B场跟这条线垂直 那F呢 这两个垂直 不是B场跟它讲错了 M跟它垂直 跟面积相当垂直 那F呢 它跟B场垂直 所以这两边 跟这两边 互相垂直 那么这个角 不是相等 就是互补 所以这个角 也是Theta 那它垂直距离 就是B Sin Theta 这个 就是绝对值了 IAB 力的绝对值 成上这个 所以 它是等于 IAB 成上B场 Sin Theta AB呢 就是 A乘B 就是这个线圈的面积 I 电流 乘上面积 大小 乘上扎数 它只有一扎 它就是它的 Magnetic Moment 所以它就等于 M B Sin Theta 那Magnetic Moment 它的方向是在 S 这个面积向量的方向 就是跟这个面积向量 垂直 所以 M 跟B场 甲角是Theta 所以这个值呢 我们配合这个看 就可以知道 这个式子 可以写成向量式 就是Tock 力矩 等于M cross B M cross B 力矩 你看 这两个力 一个往这边 一个往这边 那它就是这样子 力矩 M cross B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式子 可以写成这样子 N 我们 因为书上是用N作为力矩 我们先用Tock 应该是Tock Tock 即为词偶其矩 在词掌中所受的力矩 就是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写成Tock 我们现在改成Tock 这个是线圈的Occ 有时候用Mu来表示 它的作用就是做什么呢 你看 它就是要把这个线圈 搬成M 的方向 跟它同方向 把M 跟它 就是把M的方向 转向磁场的方向 这是Tock 主要的功用 所以 我们说 有的原则是一个词举 大家本来凌乱排列 可是你摆在这个 外加磁场里头以后 每一个词举都会受一个力矩 它排列就是要 让这个词举 跟磁场平行 这就是 外加磁场 产生一个力矩 要把物质 转向 外加磁场的方向 那就是顺磁性的一个机制 是这样子的 本来我们是希望所有的物质 都具有顺磁性 因为它都有赤藕机 赤藕机应该 受一个 力矩的作用 那它应该通通 顺着 外加磁场排列 可是 我们看情形不尽然如此 根据这个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就同一个原子 在同一个原子中 同一个向量数 同一个量子数的 一对电子 它的自旋方向相反 所以这一对电子的力矩 互相抵消 所以如果你这个原子 它的电子数 是单数的 那么它有一个没底下 那这个才会有顺磁性 就是这个会受 外加磁场的影响 有顺磁性 我们现在看这个 加特定这个就是磁矩 M M磁矩 这个To就是代表 磁场给它的力矩 磁场给它的力矩 是要把这个 搬向这个地方来 把这个磁矩搬到这个 顺到这个方向 现在我们说 如果我们用一个外加的力矩 大小跟它相等 方向相反 要把这个磁矩 本来在这里 把它推到这个位置来 它总共做多少功 因为它在这个 外加磁场的作用下 它是要往这边来的 就好像我们地心引力 要把一块石头往下吸引 可是我们用一个推力 把它往上举 如果你举它的力 跟它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你举到天花板上 它不会有动能 那它就是做工 就是它有工 工就是它的为能 因为大小 这个工的大小跟 重力的大小为能一样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一样 磁场的Talk 要把它从这里搬到这里来 但是我们用一个外加磁场 把它从这里移到这里去 算叫一个外加磁场 这个是磁场产生的Talk 等于M cross B 那外加磁场是负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好 你这个磁场所做的工 你看它是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这个方向 本来叫θ1 过来变成θ2 它就是做了一个 dθ的一个脚位移 这两个方向相同 从θ1 接到θ2 而这个大小呢 都是mb3θ 所以这个积分就变成这个积分 负的 mbcosθ2 减掉mbcosθ1 好 我们看这个结果呢 它只跟什么有关呢 起初的脚位置 跟末后的脚位置有关 跟你当中 我可以移过就移过来 移过就移过来 跟这个没关系 只要你之前起初在这里 后来跑到这里来 这个功就是这么大 以前我们在讲力学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凡是像这样的一个力 做的功 它只跟起初的位置 末后的位置有关 那这个功就是未能的形态 就是一种未能的形态 那我们可以写成 第二个位置的未能 写到第一个位置的未能 就是未能变化的负质 但是这个PE2 不见得就是这个 这个不见得就是它有一个常数 我们以前讲过 现在我就不再多讲 我们现在设定 我们知道EP 这个 Delta W就等于负的 90度就是零 这个就是一批 就是一批 就是一批 负负 这个一批 这个是零 这个一批 我们就可以 好 我们先讲下去 好 这个Potential Energy 等于这个 它就等于负的M.B M.B 这是Potential Energy 就是说一个磁举 在均匀的磁场里面 它会有一个未能 是这么大 然后它有一个 力矩是这么大 这要记起来 然后你最好就是 跟我们在讲电学的时候 电学的时候 我们讲一个 偶级矩 在均匀电场中 它所收的力矩 跟它的未能 这两个一起记 OK 这两套一起记 就不会 不会搞混了 也不会记不起来 好 带有电流I的线圈 在均匀磁场中 所得力 合力是零 合力是零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I 这是力线圈嘛 电流是个常数嘛 IDL cross B 积分 把这个提出来 因为均匀磁场 因为均匀磁场 就是磁场这个常数 所以这个积分呢 就是对这个DL积分 DL就是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对于零 所以合力是零 但是在不均匀磁场中 所受的磁力 合力并不是零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solenoid 螺线环 它的磁力线 划出来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平行的 外面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磁场 就是外面的磁场 不是均匀的 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个线圈在这里 像这个I 它受的力 就不是零 就不是零 我们现在可以 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线圈这样子画 那么这个边缘的磁场 你看 都朝这边去 朝这个方向 假的都是朝这个方向 我们假设就是Z轴 然后电流是Fi的方向 位于螺线管外的线圈 受磁力的状况就像这个 一样 你看 这个是磁场 这个L I DL CrossB 这个DL跟B场是垂直的 就是说 就是说你这条线 跟这个圈圈这条线垂直 不管你在什么方向 这里 在这里 这里 它都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B 所以这个B 这是B场 是个定值 那么 我们假定B场是这个 它是 B朝这边 我们假定它跟水平 加一个C它叫 B是个定值 那Brow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 B场我们刚刚讲 它就是这个垂直 I DL 就是 我们现在加一个B场在这边 就B场在这里 等一等 就是B场就在这里 那它受的力就是这个方向 受的力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应该是DF DFM 跟这个一样 DL CrossB 垂直 所以 这个DF的方向 跟这个 要垂直 跟这个 也要垂直 OK 所以DF是等于 I DL CrossB DL CrossB 所以它跟DL 垂直 跟B也垂直 而DL跟B是垂直的 所以它这个 当中的角度 3C就是390度 就等于 等于这么大 等于这么大 OK 这是DL B场 我们加定是 这个B场 加定它跟水平加C它交 那么它的Z分量 就是B 3C 它的这个分量 水平分量 就是圆半径的方向的分量 它是等于 Bcos Z R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 在R 方向的分量 它在R 我们知道 这个跟B场是垂直 这两个是直角 这个角如果是θ 这个角就是 2分之π减θ 所以它在这里的分量 应该是DFm 称cos这个角 那就等于 乘上sine的这个角 这个角的 正弦函数 dBz呢 dBz呢 dFz呢 就是这个 这个角 它就是cos c它 它是方向是指向这里 就是负的这个 方向 每次在这里就会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F R 方向的 这个R 方向的这个 分量 的 基数是这个 那 整圈 我们算起来 它就是等于这个 的封闭路径积分 因为它是整圈 那我们把这个 Fm Dro 我们把它 写成这个 I DL Cross Bz 因为它的 这个力 这个方向的力 是等于 这个 Cross 这个 DL Cross 这个方向 你看 没有 DL 是在那个 轨道的 就是在那个 圆圈 平面 方向 Cross Bz 它就是朝 这个方向 Row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字 把它写成 因为这两个都是 这个跟 积分 没有关系 它多大 就是多大 所以就是这个 积分 这个积分 封闭路径的 向量的积分 就是零 就是一个 向量和 等于零 所以 这个方向的 和力 就是零 我们从图上 可以看出来 这个方向的力 跟这个方向的力 一对一对地消掉了 所以它只有什么力 没消掉 这个力没有消 只有这个方向的力 没有消 所以这个力 没有消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DFM 用这个带 Cosin Theta DFM IL B IL Cross B 因为L跟B是垂直 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 这里头 I是常数 B是常数 Cosin Theta也是常数 提出来 积分这个 这个不是向量 这是纯量机 所以它的 结果就是 二拍R 二拍R 所以FZ 就是 大小是这个 方向是朝 负Z的方向 所以从这里头 我们就知道 这个力 是这两个分力 这两个分力 这个是等于0 所以只剩下这个力 是等于 负的 二拍R 二拍IRB Posin Theta 所以带有电流 I的线圈 在短螺线管外 靠端点附近 它会受一个向下的 它会受一个向下的磁力 就是说 这个就证明说 一个磁举 在不均匀的磁场里面 它的力不会是0 不会是0 OK 所以带有磁举M的 无穷小线圈 我们现在就 它的力不是0 那么现在我们说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它的力举 应该是等于多少 现在我们假设 有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很小的线圈 它的磁举M 在均匀磁场中 所受的力是什么 我们可以证明 它等于这个 这是不均匀的磁场 好 我们现在证明在这里 我们假定 假定 在这个 笛卡尔坐标上面 有一个小线圈 I 它每一边的边长 都是Y Y Y通常都是 我们用来代表 很小的量 很小很小的磁举 Y 这是这个电流的线圈 所以它的磁举是什么 就是I 层上这个面积向量 面积大小是Y平方 方向是X方向 磁举是这个 这是面积电流 这是面积向量的方向 就是磁举的方向 各边长度极数 DL 各边的 这个是已经很小了 我们假定这里 再取一个基数 DL 这里有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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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 各边的DL 所受的磁力 它就是 IDL cross B IDL cross B 各边的磁力基数 分别是 底下我们所看到的 AB边 AB边 I DL 这个DL 就是朝Y的方向 YDY Cross B IDL cross B 这个B 就是 这个地方的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 就是代表 X是零 你看这边 X是零 Z也是零 Y可以有任意值 在这个中间 那么 B C边 B C边 它的这个 DL 是Z DZ 这边的磁场 我们可以写成是 它是在 X等于零的这个面上面 它的位置是 Y等于Y Z值 可以有变化 以此类推 我们知道 CD 它的方向是 它是负YDY 它是负YDY 这条路 它是在 X等于零的地方 Z等于Y的地方 Y可以有变化 那么DA D A 就是I 这个 负Z DZ 这个地方的磁场 就是 这个地方的磁场 就是 X是零 Y也是零 Z可以变动 这是它的四个边所受的力 这是它的四个边所受的力 那现在我们就 就要看 这个地方的磁场 零 就是这个 这个磁场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 等于什么呢 我们还是用以前 我们讲的那一套 假定这个地方的磁场是已知 B00Z 那么这个地方的磁场 就可以用它来表示 就是这个值 加上磁场 在这个方向的变化率 就是partialB over partialY 单位长度 实际上改变多少 从这里到这里 多少长度呢 Y 它这个是要在 零零Y X是零 Y也是零 Z可以改变 这条线场 好 那么零Y Y 零 Z也是零 Z也是零 Y是Y 就是这条线 这条线的磁场 可以用这条线来表示 这个地方的磁场来表示 这个地方的磁场呢 就是等于B 0 Z也是零Y 在这里是这个值 那往这个方向去呢 我们就看 这个磁场随着Y的变化率 随着Z的变化率是多少 乘上这个长度 Epsilon 这是零Y 所以线圈的总力 我们就可以写到这里 Fm 它就等于 我们先看BC边 BC边 它是等于 I BC边 你就看这个 BC边 I Z DZ Cross 这个值 加上DA边 DA DA就是 这个 I -Z DZ Cross B 这个 我们是把Z方向的写在一起 然后在AB边 AB边 是这个 再加上CD边 CD边 是这个 这个力呢 就是这四边的力 好 那么我们 现在知道每一项都有I 对不对 I是常说 提出来 我们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第一项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跟 这一项 这两项合并 这个呢 是我们当作 一致的 当作一致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我们 不是 现在应该是 这个 就是这个 一个I Z DZ 成长负的 负的这个 好 这一项呢 就是B YZ BYZ 0YZ 等于这个 你就把这个值 带到这里来 好 再加 再来一个 Y的放在一起 好 我们刚刚是把这个 当作一致 把这个 当作一致 那这个呢 这个当作一致 那0Y 那A B边 我们可以把这个 0Y0 这个可以 当作是 0Y0 加上 就是这个 这个值 带到这里来 OK 带到这里来 OK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 这就是四项了 你看 这个跟这个 约掉了 这个跟这个 消掉 不是约掉 消掉 这个消掉 只剩下这个 成这个 减掉这个 成这个 这是我重写一遍 这两项消掉了 这个也消掉了 就剩下这个 Z DZ Partial B or Partial B or Partial Y 减掉这个 Y DY Partial B or Partial Z 好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你看这个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是很小 Z方向 Ipsom本来就很小 很小的地方 它的变化率 我们当作 不显著 不显著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积分值 就当作 Partial B or Partial Y 乘上一个 Y 这个长度就是Y 这个当作长数 不显著长数 提出来这个积分就是Y Ipsom 所以Ipsom提出来就变成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 DY 它是积分是从0到Ipsom 很小的地方 这个变化不太显著 那我们就把它当作长数 那这个积分就是Ipsom 把这个提出来 就是这个值 OK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用M来带了 Magnetic Moment 这就是我们刚刚写的那个 把这个值带到这个地方去 所以Fm就等于 这个呢 因为整个的这个词举 只有X方向啊 所以它整个的相反就是MX MX 这就是MX的大小 然后Z cross B Z univector cross B Cross 这个我们可以用行列式 迪卡尔坐标 单位相量 好 这个是Z 这个单位 这个是 这迪卡尔坐标的单位相量 OK 然后再乘上一个 然后再乘上一个 再乘上一个 这个大小是E嘛 它只有Z方向 0 0 1 Cross这个 Cross这个 Partial BX Partial Y Partial BY Partial Y Partial BZ Partial Y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等于这个负的 那这个就是Partial BX Partial Z Partial BY Partial Z Partial BZ Partial Z 好 我们把这个展开 这个展开 你看它只有这个component Y Partial BX Partial Y 然后还有X component X component就是这个 OK X就是负的 Partial B Partial Y 这个也是一样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 X 把这两下合并变成这个 然后Y 然后Z 变成这一项 然后我们再把 这个重写了 我们知道Divergent B 它是等于这个负 对不对 Divergent B又等于0 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Divergent B Partial Y 加上Divergent BZ Partial Z 就等于负的这个 Partial BX over Partial X 好 把这一项 等于这个 带到这里来 那FM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大家都有 BX可以提出来 对不对 BX可以提出来 那么它就 这个原来就有了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这个值 因为M Divergent B 等于MX BX 这个分子 通通是 MX乘进来 MX乘进来 这个就等于M M dot B M dot B 所以它就是等于什么呢 Gradient M dot B 的Gradient 最后就证明说 我们一个 微小的磁举 在不均匀的磁场里面 它所受的力 就等于这个值 我们现在要 来看一看 我们加一个磁场 在一个物质上面 那么这个 这个物质里头的原子 它的电子 绕轨道在运动的 电子 它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绕着 原子和轨道运动的 一个电子 当它 在一个外加磁场里头 就是我们加一个 外加磁场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影响 我们现在说 原子和外微的电子 不仅会自旋 还会绕着原子和公转 因而产生磁举 外加磁场 对这些磁举 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现在 假定有一个电子 绕到它的原子和 这样子转 这样子转 当它这样转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 angular momentum 向上 可是 负电荷 朝这边 就相当于一个 电流 朝这边流 如果这里有电流的话 一个线圈有电流 它就会有磁举 好 那么我们现在 首先要看看 当它绕着这个地方转 绕着这个地方转 绕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这就是一周 绕一周所需要的时间 它就等于这个长度 图拍阿尔一圈的距离 被它的速度 切线速度来除 这个值其实非常小 非常小 这个跟我们生活上的 这个时间不能比 所以我们就当做 这个电流相当稳定 就是一个稳定的电流 那这个电流等于什么呢 就是你绕一圈 就是一个电子通过 所以它的总电量是1 被一周的时间来除 就是等于1乘上V over2 by R 被这个除 线圈的磁举呢 M就等于I乘上负 因为磁举是朝这边的 电流是这样的话 这个面积现在要朝下 就是负Z的方向 面积是πR平方 所以我们说 你把I带进来 这个磁举就等于这个 当原子至于外加磁场 逼中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磁局 我们刚刚讲过 在外加磁场里面 它会受一个talk的作用 受一个talk的作用 好 那么这个 自旋的轨道 就自旋轨道 跟这个 这个绕原子河的轨道 它的磁局啊 不容易受到这个外加磁场的倾斜 所以它不容易倾斜 那就对 它就不会因为这个外面的磁场 而使得这个磁局 都排列的跟外加磁场方向一样啊 所以它就是这个缘故 它对这个 如果你这个磁场不是顶大的话 它对这个顺磁性没有什么贡献 但是这个外加磁场加进去啊 它会影响什么呢 影响这个原子 电子绕着轨道运动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影响到这个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 在没有磁场的时候 电子绕没有磁场 就不要看这个 这个时候电子跟原子河之间 只有静电力啊 只有静电力 静电力的方向是 负二的方向 向心力 所以这个 从这个式子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A式 A式 OK 这是它的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好 如果我们加一个外加磁场怎么办 外加磁场朝上的话 好 那这个电子就受一个力 Q V Cross B Q V V Cross B 应该是 QV Cross B 朝外 但是它是负的 所以它就是朝内部 所以它的方向也是朝这里 大小是这么大 那它现在就多一个力了 本来是这个力 现在多了一个这个力 本来是F1 现在多了一个Fm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电子现在是在 同时在电厂里面 也同时在磁场里面 它就有一个 我们一般也可以 想出 它就一个 Lawrence Force 等于这么大 都是负的 好 那这个时候啊 因为这个方向还是向心的 所以它还是有个向心加速度 不过这个向心加速度 跟原来这个向心加速度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说有不同 因为你多了一个力嘛 那这个不同点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写成这样子好了 AB两个式子 好 我们就看这个 跟这个 有什么不一样 这里加个Prime好了 加个Prime 好 我们说你多加 这个力变大了 变大了 这个要大于这个 对不对 向心力大于这个 当这一项大于这一项的时候 如果速度保持一定 那这个轨道大小就要 这个变小 就是说这个 电子的轨道 就要跑到比较小一点的轨道 但是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我们根据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波尔的轨道 有一定的大小跟层次 一定的层次 它的大小呢 有一定的 你不能在两个轨道当中 就说它原来在这个轨道 要不然就是跑到 里头允许的轨道 你不能跑到这个 还不到这轨道 一半 还不可以 那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力 通常这个外加资产的力 加进去 实在不足以 让它轨道 变到里面一层 它不能变到里面一层 它就留在原来这个地方 不可以只进去一点点 不可以 但是 就是说这个要保持一定 那就是V'要大于V 就是后来的这个速度 要大于起初的速度 我们把B跟A是相减 我们就得这个值 这个是 相减就是 原来是只有电力 后来是电力加磁力 一减 把电力减到就是磁力 这边就变成 Me of R V' square 减到V 这个可以分解音式 变成这个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速度变化不会太大 所以 它跟这个 改变不太大 所以在这个加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 两倍的V 两倍的V 那V'减V 我们就应该叫做 V的改变 这很小量的改变 所以你这个当作2V' 当作2V' 这V'约掉的话呢 所以Delta V V'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电子 它的速度有一点改变 绕轨的速度改变这么多 速度改变 它的磁矩 因而就改变 你看这是它的 本来的Magnetic Moment 是跟V有关 你现在V 有改变这么多 增加这么多 所以它的Delta V 就是等于 这个有个增加的值 Delta V 把Delta V带进来 它就是这个值 你看 你加个外加磁场的时候 整个系统的磁矩 就增加一个这个量 这是负值 这个增加的磁矩 跟外加磁场的方向 相反 相反 那因此就是说 你加个外加磁场的话 它的磁矩 磁矩 跟这个产生一个负的方向 那于是这个就有一种排斥力 所以这个 这个原子受这个作用 它会有一个 就是说磁矩跟这个相反